看看新闻网 要郭富城说普通话 大概太难为他了 评评口误的郭天王 只能给工作人员 充当开心过一次谢罪 但是纵使郭天王 你多么播得出去 你的普通话 还是没有任何长进 注意是任何 于是在导演都无法容忍的状态下 郭富城自己也忍不下去了 更何况和他对戏的孙洪磊 孙洪磊 你有考虑过人家成城粉丝的感受吗 而要说你自个儿 其实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一二三 祝你生日快乐 郭富城在耍宝路上一步一个脚印 而孙洪磊玩的是出其不意 你看就连狗狗都中枪了 竟然在和他对视的五秒钟之内 完败 不过别看天场这么欢乐 全民目击的题材 其实有点沉重 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午好 今天是5月28日星期一 我们在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 为您现场报道 本地著名金融姐家 林泰之女林萌萌 涉嫌谋杀妻妇女友 著名歌星杨丹的案件 杨丹可不是省油的灯 那我就把他杀了 萌萌 由孙洪磊饰演的林泰 因为女儿涉嫌谋杀自己的未婚妻 遭遇困境 一边是爱人 一边是亲人 这是真相 往往不是人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我就是要让他争不容死 随着法庭致政的深入 有郭富城饰演的检察官 和云南饰演的律师各自取证 却发现距离真相 已经越来越远 哪怕追到天涯海角 哪怕耗得我退休为止 必须让金雄有罢 我是一个律师 我必须为真相负责 在这一分钟开始 你 别解锁了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究竟谁目击了罪案的全程 9月13日真相即将引爆 别救我 别救我 娱乐星天地朱孟婷 可不及待看手印里报道